你看这些羊 它不走 你看那个还卖单呢 快走开呀 这是我们住的森林里面 蓝天没有白云 我们和泰国朋友家 然后开着这种拖拽式房车 在这个森林里 打算今天在这过夜 我们到了之后 当然是整理一些桌椅 然后我们停靠在森林旁边 喝一点小酒 看到这橘子的森林里面 你看到这种森林里面 你不能在森林里面 你不要沉迷 然后从森林里面 然后你不放箸 我看你 它这个鱼已经咬耳了 然后再把它抓上来 但是鱼已经跑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钓鱼 这个地方离我们住的那个 房车的地方走路的话 大概就两三分钟 感觉这个地方也很美 挪威的夏天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有点像棉花似的 但又不是蒲公英 特别好看 然后挪威人告诉我 这个他们最 几十年之前 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时候 用这个做枕头 还有做被呀什么的 你看点的 哦呀 他跟我说是挪威 看那个地方了吗 像小荷花一样 然后远处有一点点铃声 看到那个吗 摆设的 是小山羊 这是我泰国的朋友 在做泰国的菜 我泰国朋友 在做沙拉 就是挪威人非常喜欢这种篝火 我们做的一些菜 大椒 蘑菇 我又加了点花生 就看起来还不错吧 已经好了 有这个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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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的 有的 在有的 有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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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晚上 十点半 大家可以看到 那太阳还没有落山 我们在夜钓 就是钓鱼 我家小朋友钓到一条鱼 他爸爸在帮他 我家小朋友钓到一条鱼 小朋友在这面钓鱼 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了 他住着都要睡着了 他说有鱼跳 因为我们是用秋眼钓鱼 然后所以说不用摇鱼 它说有鱼在跳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 然后明天的话 我会跟大家接着分享 我们这个周末 在外面的一些情况